另一起争议则是来看到在假日的时候呢 观光客很多的南投普里闹区 因为车位很难找 也因此有民众就发现了 红线里头的公园人行道有空位 马上到车要去停的时候 却遭到了政公所的人员前来收费 那么怎么会在红线里头还要收费呢 政长就解释了 原来普里正规定说 民众把车停在红线里的水沟里头 是不算违法的 但是还要依法收费30块钱 大量游客假日开车到了南投普里 看到了红线内公园人行道有空位 马上倒车停了进去 没有预料到停红线内也有人来收费 这里是红线内为什么要收钱 可是红线内就不能停 那你怎么可以收钱 怎么会这样子呢 红线停车政公所也要收费 那你这样收钱也不对啊 那路有什么音嘛 没有我要问一下啊 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法令规定 车如果停在水沟外的红线旁 属于违规警察可以开罚 但如果停在水沟内 属于政公所的公有地 正因为如此 公所才会合法立牌 要求收费30元 造成误解非常的抱歉 水沟以外的部分 没有使用到路面的部分 这个算是路外的停车收费 那全车单位是乡政公所 原来把车停在了红线内水沟内的公有地 只要政公所说不违规就不会被开单 难怪周边小吃众多的南投普里商圈 公园旁停满了游客车辆 但引人争议的是 虽然这样子停车不算违规 但毕竟公园旁人行道 是设计给民众散步用的 公所出面收费30元 等同消极鼓励民众停车 相对压缩到了到公园休闲的民众 周系统公园的廖荣云SNG小组南投报导